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世界最可爱 给你最真的告白 发射我全部的爱 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心里小可爱 你就是我的 我的期待 for I run my mind 你是可爱的 pretty girl 我在想牵着你的手 抱歉亲个鞋头多手 歌词想破了头 当无法的形容 Hey girl 我的话不荒谬 看你开心就足够 我只想跟你说一句 I love you so 发射爱心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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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世界最可爱 给你最真的告白 发射我全部的爱 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心里小可爱 你就是我的我的期待 for I run my mind 我喜欢的你看 我是你也傻笑 我喜欢的你嗨 就是想要醉醬 我喜欢的你快 给我你的拥抱 我喜欢那个你 因为是你 怎么都可以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还记不记得 游戏刚签公司的时候 没有好资源 只能在各种剧里面打酱油 进公司半年 就签了五部电视剧 三部电影 没日没夜的连轴转 寒冬腊月还要光地绑着下水 吊温雅 淋雨 有的时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我是她的经纪人我都心疼 可她呢 毫无怨言 盛果娱乐的今天 有多少是游戏带来的 你们一个个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现在 游戏最需要你们帮助的时候 你们在这个紧要关头 选择跟她解约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们敢跟游戏解约 我就 朱大壮 你要干什么 我朱大壮就不干了 嘴巴胜过 游戏啊 你怎么来了 现在公司情况非常复杂 我知道了 张总 解约声明已经离好 您看一下 我建议你还是跟游戏沟通一下 毕竟公司单方面宣布跟游戏解约 如果游戏发出不利于公司的言论 到时候对公司 一样会有不利影响 事已至此 她心有怨言 也无可厚非 想让她配合 恐怕 声明我来发 此事因我而起 我自己是难解过 声明我已经编辑好了 本人 本人 单方面 自愿与盛国人乐解约 感谢公司栽培 对于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 游戏我 深感歉意 游戏啊 其实 张总 我最后还有一个请求 朱大壮是一个优秀的经纪人 此事与他无关 失去他 将会是胜果余乐的巨大损失 拜托了 我俩 小心 好 你 那个 那个 就直塞了 好 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沈亿灵地下恋情曝光越演越烈 继沈亿灵和时代娱乐解约之后 十分钟前游戏也发声明 表明自己和盛果娱乐也正式解约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作奖别我记得 是你刚进盛果娱乐的时候 我主演的电视剧 你演了一个小配角 奖学班给了你 可笑吧 还有那作 是你第一次主演的电影 跟我演的电影同档期 新进黑马小生游戏票房暴龙反超宋姐哥 全往新闻投票 我记得一清二楚 还有那作 最佳男主角 让我想想 你领奖的时候我在干吗来着 想起来 当时我一个人在酒吧买醉喝到医院 因为这个角色本来就是我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告诉你 我承受过的痛苦 你今天也铭记于心 我今天见过微软导演了 他已经决定了 男一号 由我出演 过两天发布会 我会正式宣布这个消息 希望你也关注一下 望眉止渴吧 视频找不到任何破绽 华棠酒店那边宣称 原监控视频已经丢失 所有线索都已经中断了 能找到最早的视频上传者吗 对方一上传完视频 就清空了所有记录 注销了账号 无计可选 做得一心虚 优老师 你没事吧 我们忘记了这个事件的关键人物 沈亿林 刘欣 你要看我笑话 如愿以成 你我都是受害者 哪有谁看谁笑话这么一说 事与至此 我只是想让你告诉我 你去华藤酒店到底是我的见识 我有告诉你的必要吗 那你有保守秘密的理由吗 宋浅哥他就是个混蛋 他先骗我说女主人选不是我 然后又告诉我有一个人可以帮我 帮我骗去华藤酒店 宋浅哥 你再说一次 抱歉 他和我说味道决定的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 可惜了 下次还有机会啊 宋浅哥 你就是个混蛋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他设的一个局 那你为什么不揭发他 宋浅哥这个人心思极其证明 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没有任何证据 冯总 你答应我的事 放心 监控视频已经销毁 游戏死无对症 合作愉快 快 说不远送了 我不喜欢他 为什么要让他 到我们酒店代言人啊 很快你就知道了 爸 那监控视频 真的销毁了 特殊情况 特殊行动 徒高 远送了 散设券 投资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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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是 我说上回那个沈亿玲 怎么霸业三更鬼鬼祟祟跑到酒店来 原来是跟着游戏来私会 不知道谁那么八卦 放出他俩的夜会视频 快让我看 让我看看 先生 你好 把咱们酒店过去两个月的 订房定单打进出来 半个小时内交到我办公室 现在 就快 你们办公室 就现在 快点啊 帮你时间 新闻大藤经理你没见过呀 汇报结果 哥 我先来 我本以为可以从酒店员工那儿 打听到偷拍的内幕 结果除了我自己的八卦 啥也没听到 很遗憾 我失败了 我在9019房间的门口 发现了一枚胸针 不过经过查证 是上一位客人落下的 不是宋七哥的 我尝试进入系统 查找近一个月的监控视频 我尝试进入系统 但是 却被保安拦下 把我轰出了酒店 把我轰出了酒店 我打算混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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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出9019的订房记录 查出9019的订房记录 我打算混淆前台 没想到被前台时破身份 呼叫了保安 又被轰出了酒店 你呢 对了 我跟你说啊 还有一家店也特别好吃 我想偷听客人的谈话内容 没忍住 偷吃了两块小蛋糕 被举报了 我也被轰出来了 特别好吃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 不是 有怎么鬼 是不是 那这是我 不是 可神 想不到 你觉得 我开个酒楼怎么样 以我现在的手艺 你说能不能在餐饮界 也成为天王 那我们的招牌菜要叫 当红辣子鸡 来 这下好了 游戏服务上抢 必然不是我们的对手 你又有了魏然导演的首肯 这次难以好 非你莫说 媒体都已经到场了 这次发布会 必然是前所未有的声大 喂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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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 好久不见了 进来吧 接电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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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证明游戏清白的证据 想要吗 只要你愿意把这个视频给我 我做什么都愿意 那 如果我让你去死呢 抱歉 瑶瑶 视频呢不能给你 今天叫你过来呢 不过是想让你亲眼看着 唯一能证明游戏清白的证据 销毁的过程 唯一能证明游戏清白的证据 销毁的过程 唯一能证明游戏清白的证据 已经销毁了 渣男渣女 绝配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期待 宋且哥的这场神秘发布会 到底会宣布什么样的重磅消息 会是宣布担任魏冉导演 电影的男一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距离发布会正式开始 还有最后一个小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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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彤彤 来 彤彤彤 去 要不是魏导做导演 这个电影还有什么优势可言 依我看的 就两条路 要吗 换位导 要吗 等 等吧 还有第三条路 我们帮魏冉把演员定了 那 那把魏冉给惹毛了怎么办 是啊 如果魏冉不肯就范的话 童松 那我们不是赔了富人游者兵吗 他魏冉再厉害 没有投资 拿什么拍电影 只要我们对外宣布难易的人权 不怕他不肯就范 是要大赚一笔 还是竹篮打谁 全凭各位心情 他竟然会表现 一 大家好 我是宋且哥 欢迎各位的到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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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道七年 能够走到今天 我要感谢很多人 感谢一直默默支持和陪伴我的粉丝 感谢我的公司 时代娱乐 对我的培养和付出 但是今天 在这里 我要特地感谢一个人 感谢他对我的信任 也感谢他对我的舞弊 最重要的是 感谢他给了我这次机会 这将会是我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转折 也将会是我演艺事业中 前所未有的一个突破 对我而言 这是一次机会 是一次尝试 更是一次肯定 我会好好珍惜 不辜负他的期望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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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就是 魏燃导演 是 也就是魏燃导演新电影 你重负的男一号 确定由你出演是吗 没错 重负的男一号 已经确定由我出演了 听说这个角色游戏也在争取 请问您是以什么样的优势 是打败了游戏 得到这个角色的呢 我相信 魏燃导演既然选择了我 就必然有他的道理 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你不配 这不是潘朵吗 潘朵怎么来了 二舅 我要去给三用证明清白 讨回公道 来 来来三舅 拼了 宋且哥 他陷害我三舅 不是 游戏 那天晚上 夜会沈亿玲的 根本就是他自己 你是不是以为 你自己隐藏得挺好 虽然我们没有拿到监控视频 但是很不巧的是 那天晚上他进出酒店的视频 被人拍下来了 走 走 走 游戏啊 你快看宋且哥发布会直播 怎么了 朵朵现在正在大闹发布会呢 我怕他吃亏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件西装 真的是吧 这是你代言的品牌和法国著名设计师的联名款 全世界就你这么一件 怎么解释 一则假饰品 无需解释 这件衣服的确是我的 不过三个月以前的慈善晚会上 我就已经把它拍卖了 而且 沈亿玲的肩上 并没有支 所以 这件衣服 不过 这个沈亿玲 包括这个视频 全都是赝品 都是你们假造的 就凭你今天的行为 我就可以告你诽谤 放开我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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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姐哥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是凭是假的 但你陷害我三就绝对是真的 宋姐哥 你这是嫉妒游戏比你强 你强还难一号 呸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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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超哥哥 瑶瑶 我妈假视频骗她 结果她把衣服给卖了 不错 那个衣服挺花钱的 咱就给我报吗 好 齐昌 如果你是来祝贺我 那么我可以 如果不是 跟你我没什么好说的 也要有你做个多端的视频 看看 视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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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姐哥 你 这是保安打人 这些可都拍着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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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姚 姚姚 姚来了一个松人头的 证据 什么证据 哪儿来的 游戏带你来的 你说呀 蝼蚁终究是蝼蚁 我可以抬起脚 也可以轻轻地踩下去 随时置你于死地 再来 再来 不 无话可说 那就把话筒还我吧 宋姐哥先生 在我开始正式阐述证据之前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对于这次的男一号 你是真的问心无愧吗 游戏夜会沈一铃 网上传的视频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可是自始至终 为什么都没有出现 二人同时在一起的画面呢 因为这段视频 根本就是由两个毫不相干的视频 移跨揭幕而来的 当天晚上 去酒店找沈一铃的 根本就不是游戏 而是你 宋姐哥 而且我所说的这一切 都有证据 你说够了吧 我告诉你 我想这么做已经很久了 还有 还有 我最讨厌别人打荡我女朋友说话 别怕 有我 为什么华藤酒店的监控视频 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故丢失 因为华藤酒店的童总 和宋姐哥私下达成协议 童总帮助宋姐哥铲除游戏 甚至拿下微人导演电影男一的角色 而宋姐哥要回报童总 最大的商业利益 不过很可惜 童总并不相信宋姐哥 童总偷偷留下了这段监控视频 方便日后可以掌握宋姐哥 我 我 宋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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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只是给他看了一眼 我明明已经都删了呀 寻思念出个矫鞋 冲口者 故海 伤害 悲惯释怀 寂寞又有谁明白 在这段喧嚣的失态 影响的不耐 飞扬的尘埃 一切真相都厌白 宋写哥这些行为只有一个物种 陷害游戏 置他于万劫不复之地 然后取而代之 拿走原本属于游戏的男一角色 谁说男一本来是他的 就凭我说的 宋写哥出任男一一事 我并不知情 在我的心目中 男一一直就是游戏 不说 为什么不说 我 佟天明 你说呀 我被你蒙骗得已经够久了 这次我相信卫然导演的 你 我哪里不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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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是游戏不是我 不是我为什么 我们游老师 善良 勇敢 敢做敢当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甚至会偷偷资助竞争对手弟弟 未兵在床的医药费 这些你做得到吗 而你 为了一己之私不择手段 做了这么多措施反而不敢承认 用假的视频栽赃陷害游老师 甚至不惜陷害你的伙伴沈亿玲 从头到脚 你们要一点比得上游老师 你不忍耐线 你们要不忍耐 只能否在地球里面 你不忍耐 我不忍耐 你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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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忍耐 游戏 游戏 恭喜 你赢了 你后悔了 游戏 我们认识这么久 逗了这么久 我从来没觉得哪儿比你差好 如果当初我没有进到同一家公司 也许今天就是不一样进去 走 走 上车 上车 进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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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 张总 张总听我说嘛 我觉得菜季这个角色不适合我 那你要怎么样 那不然 不然你跟潘朵说说 让她把田静的角色给让出来 姑奶奶 这个事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明白吗 那不然跟卫然导演说说 让她改改剧本 把菜季改成女音 反正游戏一句话台词的主演 都可以摇身一变变成男主 我觉得 改改剧本这件事情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的事吧 对吧 张总 张总你听我说 我告诉你啊 你接下来的档期还满得很 明天呢有三个广告代言要拍 后天呢上午还要参加一个真人秀节目录制 晚上还要出席一个晚会 全退了 什么 中复要开机了 我得好好看剧本 不 这 这也不影响了 我呀 这就推了 钱呢 都是钱呢 游戏啊 你看看 是不是该挑新助理了 毕竟瑶瑶已经 重复上映不到两周 票房频频登顶 打破国内多家票房记录 游戏凭此提名多项最佳男主角奖 获成国内偶像派成功转型实力派首人 曾经 我和他还是情敌 跟游戏是情敌 哇 学长你好厉害呀 营镜 阿姐 阿姐 你听我解释 阿姐 你听我解释 阿姐 营镜好 营镜好 营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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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镜好 没有你的日子 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营镜下周的行程安排 可是满满当当的 游戏可要小心了 想要赶上游戏 你做梦吧 小心 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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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潘多老师 下一场是你跟男主的吻戏 请准备一下 好 今天都拍了无常吻戏了 怎么还拍吻戏啊 谢谢 营镜哥哥 这讲的是一个霸道明星 和小助理的爱情故事 你没有吻戏怎么浪漫的期待 为了艺术你就忍忍吧 哎 文墨轩 朵朵 马上到咱们的吻戏了 走吧 嗯 一会儿那场吻戏 好像只有A分析 太老远了 我说的力比较好 我觉得好像A字 是要浪漫一点 那 多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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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呢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便告一段落 随之而来的 是另外一个歌剧的时代 战国 下课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两个老师再见 再见 谁 了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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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那么大 你一句情话就让我融化 看你再不知这小小的家 满意的幸福快要撞不下 春秋的雪花 冬夏的温差都变得如画 乱碎一些日落色的牵挂 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当下 我会陪着你当你泛起了泪狂 我会冲着你不让你昏化了妆 我会牵着你去你相聚的任何地方 你是我的女人 你是我的女人 我要你当我一辈子的女神 静静的夜里轻轻为你颠倒 我的怀抱负责让你睡得很温 我是你的男人 我会照顾着你做到一百分 默默追寻你心中完美剧本 是你让一切变得可能 让爱完整 我会照顾着你